照片集团不再只是使用手机号码芯片 如今甚至还使用固定电话 冒充大马银行职员骗钱 69岁的叶先生从去年11月开始 接获自称是大马银行职员的来电 声称市主拖欠几个月的银行贷款 如果再不偿还款项 就要将他提控上庭 叶先生接着问自己欠了多少钱 但是对方却无法说出数额 还不断询问市主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 甚至挑战他到银行查证 叶先生没有上当 过后亲自到银行查证 这才发现固定电话号码 并不是大马银行所有 马华公共服务及投诉部主任 南都斯里张天次透露 他曾经联系对方 然而对方坚称自己是大马银行职员 还挑战张天次报案 张天次指出 这是他所接触的案件中 第一次有诈骗分子通过固定号码芯片 因此促起民众一定要小心查证 避免坠入老钱的圈套 NTV7采访报道